市長我們想請教一下,高雄市長韓國瑜昨天一口氣見了美國在台協會跟台日交流協會 然後我們晚間也立刻PO出了美國商會開會的照片,那是不是想跟他較盡國境認同 不會啦,其實我們在PO文都是那個人家問柯義安,因為大部分他上文是他在台的 好像跟歐洲商會也有碰面嘛,因為陳建廷的PO文裡面有寫到,那是不是說就是怕光環 陳冠廷的PO文有寫到,那是不是就是害怕光環被韓國瑜搶走 不會啦,只是我們最近有拜訪一些商會,通常有方法是問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服務的,我們要改進的 我們通常是用這種,因為有時候政府的政策,我們看一下說他馬屁拍在馬腿上面 所以有時候先問他說你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按照他的需要去擬政策,會比較符合人家需要 有時候我們常常坐在辦公室在擬政策,下場就是馬屁拍在馬腿上面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問一下他們的意見 他們的防美行程,韓國的防美行程又多了兩個地方,那會不會覺得有點虛 通常去美國,如果我去我也不會說只去一個城市,因為這樣算一算划不來,那個單單太平洋上空來回就已經去到一天了 怎麼看馬營的基層現在要拱韓國瑜選總統 是這樣啦,參選是人民的權利,選舉也是人民的權利,所以常常就是市場決定一切 所以如果他是聲量最大,大家拱他,那也沒辦法,市場環境就是這樣 你覺得他會是一個可敬的對手嗎? 至少我覺得他還算蠻厲害的,至少你問的話我是沒什麼意見 那你覺得總統蔡英文現在最害怕的男人是韓國瑜還是賴清德? 還是你? 有沒有喜歡英文? 這一題好像我最近在那個陳雅玲幫我幫他錄一個影片,我對這個問題我在裡面有回答 你說什麼? 你回答什麼? 我回答這種用生態學的概念來回答政治競爭 到時候你在看節目是蠻有趣的理論 市長228確定那天要騎單車,可是現在有人覺得你陶甲坡? 因為你現在回來台北參加完中蘇再坐車下去跟車隊會議 這個坦白講,也不是陶甲坡,就是說方便我們的行程 有議員覺得東區景氣差大巨大問題無解,可是您好像積極的出訪交流,好像看起來有點無誤正業 不會啦,其實我每天上班時間超長的 我在想說台資人應該來派一日市長幕僚第二期 所以說那些有懷疑的歡迎來跟一天看看 議員說您的一日雙城其實可以從鄰谷塔起到塔優如這樣子 這個喔,上次要回答再這樣,過年到了我們都要講好話 對誰說歐秘託 我最近有遇到果東,果東跟我講說你要是遇到那個,你是在信中圈圈插在很想罵人 你就說歐秘託,這樣就好了 市長前往事前有被講所有扶龍命,因為被他罵過的人就更上一層容鏡 歐秘託 是不是韓國瑜,他們藍營說希望韓國瑜跟立委將起承搭 我告訴你,台灣有很多政事要辦,不是每天只有總統選舉 從這個選舉到另外一個選舉,實在是真糟糕 這樣啦,該做事還是認真做事,過年快到了,都要講好話 歐秘託 假設有人找立委,找你來補選的話,你會答應嗎 那也要看時間方便,理念至少沒有違背,對不對 再講,我沒有說一定也沒有說一定要或一定不要 很多東西活在世界上隨緣就好,OK 好,謝謝大家